地上一滴奈米藥劑 再照射五分鐘的淨紅外光 就能有效加速傷口癒合時間 這項成功大學發表的新技術 經過實驗證明 能縮短三分之一的傷口癒合時間 三年內渴望通過第二類醫材臨床試驗 大家印象中脆又容易碎的陶瓷材料 不但變得透明還能彎曲 交通大學首創的柔性羽母基板 同樣令人眼睛一亮 可以把它拿來用在一些需要可彎的 這些電子元件 比如說穿戴式的電子元件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很多透明的元件 臺灣學界創新科研實力不容小覷 幾項技術亮點搶先曝光 讓二零一七未來科技展 還未登場就話題不斷 未來產業的應用性 這個挑選 我們從將近一萬多個計畫裡面 篩檢出來一百零九件 都是有這個特色 另外一個就是希望也帶動 我們對未來科技突破的這種創新性 為期三天的展期 將帶來一百零九項新技術 展現臺灣科研實力外 更為產學研之間打起媒合平臺 要讓臺灣在國際科技大戰上 也能搶佔一席之地 記者胡志欣陸耀東台北報導 記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